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是华信投过张大文分析师 全国欧东森同学 大家好 第二位是陈一群分析师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反面上的观察我们先来请教张大文分析师 好 不管今天是大涨还是大跌 我只问一句话 全国欧同学 从封关前 你所跟随的专家带你买进的股票 到今天有没有让你赚钱 这是重点 讲太多都是废话 我想股票赚钱你真的永远听清楚 只有一条路 锁定主流 什么是锁定主流 全国同学 光是这句话很多人做不到 什么叫锁定主流 绝大绝大绝霸部分的投资人来找我 持股一摊开 我跟你讲 最少十几档以上 二三十档很正常 买了一大堆 那我问你 你的持股主流是什么 今天连华伦巴菲特操作 都有所谓的核心持股 有主流 有重压的标的 那绝大部分的投资人 你买股票就是每天 所有的财经节目都在看 对不对 想通过晚上财经节目 我看那个分析师一次请四个 然后每个在节目中最少讲三只 四只五只股票 那四个专家讲完就二十档股票了 那你买什么 明天每个都买一点 这个买一张 那个买两张 那个买三张 一张两张 搞到最后 善诞打鸟 乱射飞镖 所以你乱买股票 结论就是满手套牢 因为你连主流是什么 你都不知道 好 现在话题回过来 主流要如何锁定 每天听消息 看这些专家讲什么 封关前大家都跟你讲 半导体是主流 跟你讲被动元件是主流 跟你讲红海 很好 赶快买 你会赚钱吗 我讲过主流 你必须要由大户筹码 泄露天机 你要从筹码结构去锁定 大户在进货的股票 未来才会大涨 不是说叫好不叫做 我想这一次封关前 全国同学自己摸摸良心 封关前你打开 所有的财心节目 每个都跟你讲半导体 不得了 每个都跟你讲被动元件 好 是不是 甚至很多专家 带人家去追红海 导播我们看一下 封关前半导体 台积电就好了 全国同学 封关前台积电679 你告诉我今天多少 600都要破了 全国同学 你时装就赔70万 你封关前跟你讲半导体 好 你去追台积电 到今天你能赚钱吗 你能赚钱吗 封关前半导体 连电来看一下连电好不好 封关前还在57块 今天54块 你搞到半天能赚钱吗 半导体能赚钱吗 通通没有赚钱 那封关前很多都说 被动元件 那我们看国具就好了 来看一下国具 封关前640多块 今天连600都破了 国具好不好 当然好啊 我没说不好 你不要搞错 台积电好不好 很好啊 对不对 台积电好不好 来看一下台积电 台积电好不好 谁敢讲不好 对不对 谁敢讲不好 我就第一个打他 但是问题很好 基本面很好 筹码面有问题 所以我讲说 你一定要从大户筹码 去泄露天机 是不是 不是看到基本面 就买股票 封关前买台积电 到今天哪个赚钱呢 台积电哪个赚钱呢 你自己告诉我 我跟你讲 这种结构 下礼拜600 很快就要破了 对不对 封关前每个买 就要带你追国具 被动元件 对不对 最近都在跟你讲 2327被动元件 都在跟你讲 被动元件要涨价 来2327 你自己看嘛 640 今天600都破了 谁赚钱 封关前很多人 带你去追红海 那你告诉我 追红海你能赚钱吗 125今天杀到110块 是不是 10张赔十几万 30张就赔了快50万 这就告诉你 这些股票好不好 当然好 基本面 台积电好不好 好 国具台积电 好 鸿海 基本面好不好 好 结论 不会赚钱 什么问题 筹码面的问题 所以张老师一再跟你讲 你一定要从筹码面 去掌握主流 大户进货的筹码面 股价才会大涨 是不是 所以张老师节目 永远永远永远 都是带你 实实在在的 从筹码结构 去锁定 未来的主流 这才是让我们赚钱之道 对不对 封关前 全市场都在跟你讲半答题 讲被动原件 全国同学 中华民国这次封关前 有哪一个老师敢公开呼吁 告诉你重压航运股 重压电动车 封关前 我们就是全力全力全力 锁定航运股 封关前 谁敢买航运股 来导播看一下扬明航运 封关前扬明 跌到18块附近 谁叫你买航运股 是不是只有张老师 大无筹码的节目中 带领全国同学 你要赚钱 我跟你讲 半导体好不好 很好 被动原件好不好 很好 但是不会赚钱 不是基本面的问题 是筹码面的问题 所以我今天跟你讲 台面上 现在中华民国股市节目 数十个 我跟你讲 好多个电视台 但是真正敢跟你谈筹码面的 除了大无筹码 应该是看不到第二个节目了 是不是 有的最多就能拿个电脑软体 再跟你讲 那不是筹码 筹码面是从整个筹码结构形态 去锁定大货的动作 所以一般人 看涨说好 看叠说坏 对不对 封关前谁敢买 来杨明 来你自己看看 杀到18块附近 每个看到航运股都见到鬼了 对不对 封关前谁带你中央航运股 除了大无筹码 除了张老师 有第二个专家吗 没有人跟你谈航运股 到今天你自己看看 涨到30块 封关前你不要多 很多只要有200万资金的 你就100张 是不是 大涨到今天涨得快六成 你100万是不是60万 封关前你200万 买阳明 今天是不是100多万 全国同学 这就告诉你了 今天买股票 你不要买一些 基本面很好 消息面很好 但筹码面有问题 所以封关前你不管买半导体 买倍动元件 我讲白到今天你通通赔钱 是不是 封关前带你中央航运股 阳明海运 自己看看 从十几块涨到30块 大涨六成 长龙海运 看一下 2603 是不是 从30块涨到40块 这涨多少 大涨三成以上 这100万也30多万 200万也60万 是不是 那你封关前你去买台积电 买联电 买国具 好不好 股票很好 会赚钱吗 不会赚钱 还赔钱 了解这道理 所以张老师一直在跟你讲 你操作股票 一定要从筹码结构 去掌握多空 你才能掌握大破端的获利 99%以上投资人 不懂筹码 谈消息面的一大堆 那你能赚钱吗 是不是 那封关前给你报告 电动车光学镜头 特斯拉独家光学镜头的供应链 谁啊 雅光 来看一下雅光 3019 封关前 70多块 是不是达到100 一口气大涨三成 前一年涨到100以上 我们是不是告诉你 短线八档获利一趟 大涨三成 十张三十万 二十张就五六十万 先获利一趟 昨天打回八十多块 昨天跌到八十八块附近 告诉你拉回 你还要买 你不要搞错 电动车趋势结束了没有 你告诉我结束了没有 今年才如火如荼的展开 是不是 电动车的产业趋势 正在发展酝酿中 所以昨天拉回雅光 跌到八十多块 告诉你拉回再买 导播打一下雅光今天的走势 你自己看一下雅光今天 自己看嘛 你自己回答我 早上从87 拉到93 导播打一下大盘今天的走势 大盘今天是怎样 大盘今天跌了快五百点 雅光今天有跌吗 自己看一下雅光 昨天跌到八十八块 告诉你拉回再买 今天还逆势大涨 涨到93块 所以雅光未来会涨到哪 是不是 你不要去预设立场 航运股 扬明 对不对 2609 K线 大盘K线 封关权从十几块把握大买 大涨六成 是不是 雅光 3019 封关权七八十块 是不是 大涨三成 到今天还在历史上涨 这就告诉你 只有锁定主流 才能掌握大波段的获利 封关权 全市场都在跟你谈半导体 都在谈台积电 都在谈连电 都在谈被动员建国具 封关权谁跟你谈航运股 穷同学 封关权全中华民国 哪一个专家跟你谈航运股 除了张大文 有第二个吗 封关权这张图 我跟你讲 很多投资人看到阳明都吓死了 大跌四成 大跌四成 谁敢讲航运股 封关权是不是只有张老师 告诉你苦口婆心 你赶快买 为什么 这才是大户进货的结构 是不是 跟你讲单季EPS要上看两块 那等于一年下来获利多少 你自己告诉我 一季两块 一年四季 是不是七八块 本益比多头市场 本益比最少十倍以上 我跟你讲 甚至二三十倍也不奇怪 那我们不要那么贪心 我们讲十倍好不好 单季两块 一年八块 本益比十倍 你告诉我股价多少 你自己成就好了 对不对 不要那么贪心 八十打个对折 四十好不好 所以你是看看 阳明海运应该价格多少 很合情合理的推算 这封关权跌到十几块 阳明告诉你大减便宜 结果呢 二十 二三 二五 二八 何时要看到三字头 全国同学 三十来了没有 你自己讲 短短不到一个月 封关前你听我的话 重压航运股 重压阳明 你有两百万就一百张 有三四百万就两百张 就好了吗 你自己讲 你今天赚多少 是不是两百万 就看到一百多万呢 是不是三四百万 就要看到两百万了呢 丘同学 大涨六成 是不是 那阳明 这个礼拜消息出来了 去年十二月美股就赚了 十二月一个月就赚了 一点六四 一个月就赚了快两块 那张老师封关前 带你买阳明 告诉你一季要赚两块 张老师有跟你胡说八道吗 是不是领先市场 领先市场从这样的讯息 带你去锁定 未来会大涨的股票 所以你封关前买阳明海域 你才能赚大钱 你封关前你去买 半导体 买台一店 买联店 买被动员件 买国具 你通通赔钱 而这些股票 都是很好的股票 但是问题筹码面不好 所以一般人操作股票 你看不懂筹码 所以张老师跟你谈的筹码 你要认真听了 好不好 恭喜大家这一次 新春之后 扬明大涨六成 再来给你报告 未来的主流 世界首富是谁 就是他 那世界首富是他 我请问你 股价主流要不要换人 对不对 他凭什么当世界首富 产业主流改变了 那他是干什么的 很简单 就是Tesla 电动车 那电动车 光学独家的供应链 就是亚光 他是Tesla 目前独家电动车 光学镜头的供应商 所以电动车 未来在爆发的 这样一个题材之下 亚光今年的 在电动车这方面营收 也是相当具有爆发力的 所以封关前 亚光在70多块 是不是 85 94 101 全国同学 是不是开春之后 一口气大涨了将近三次涨停 是不是100万就20多万了 是不是200万就50万了 大家都亲眼看到 那涨到100块以上 我说短线急冲之后 你先拔档获利一趟 因为短线高档 你要懂得来回价差操作 来到100以上 把握获利一趟 昨天跌到88块 我昨天电视公开讲什么 我拉回来再买 你看到没有 这样价差是不是十几块了 很多同学四五张 就差了四五万 对不对 五张上来获利 昨天打下来 五张是不是差了五万 昨天拉回80多块 告诉你拉回赶快再买 张老师今天台股崩盘 今天崩了快500点 全国同学 今天台股崩了要500点 麻烦你告诉我 雅光今天发生什么事 又大涨了 我跟你讲 又来到九十三了 所以雅光何时会再度 突破前波高点 何时会再度来到三位数 问问你自己 不要问我 好不好 我跟你答案都讲得很清楚 所以这一波电动车 雅光的目标价 大波段的操作 欢迎全国同学 今天务必务必来电 共襄盛举 再来未来主流 未来神会大长 很简单 我跟你讲 今年除了马斯克电动车 再来什么 比特币 比特币现在已经突破五万美元 比特币说穿了 跟马斯克又有关系了 为什么 他现在是世界首富 他的行为 会对整个产业的结构 产生很大的变化 比特币这一次 为什么会突破五万美元 全国同学 这华尔街日报 谁啊 特斯拉 马斯克砸了十五亿美元 买比特币 这是什么意思呢 告诉你 连世界首富 都砸大量的金钱 砸了四五百亿 下去买比特币 那他们已经把比特币 当什么了 已经没有把比特币 当作过去炒作的 这种投资投机工具 No 换句话讲 他们现在华尔街的大咖 已经正式的认定了 比特币在世界上的 这种资产的价地位 为什么 因为比特币 的确就是地球上 稀少的资产 所以他们现在已经把这个 我跟你讲 我华尔街很多朋友都已经 他们现在大咖 已经把比特币当作 未来又可以规避 什么赈予税了 遗产税了 对不对 这个转嫁很好 甚至马斯克来讲 以后拿比特币都可以 都可以换 换这个特斯拉的 都可以买汽车 所以他们已经 企业界已经 对不对 不看好美元的地位 不看好国际的货币 反而认定比特币 他把这个当作 毕卡索的这种 这种宝贝来囤积 所以这种稀有的资产 不仅特斯拉买 甚至连推特的老板 也砸了四五十亿 所以全国同学 你要对比特币的 观念要改变 他已经不是投机的 这种炒作的工具 他已经是正式的 就像这种钻石 对不对 毕卡索 张大千的这种宝贝 这种资产 好 那比特币商机带动之下 去年十几块 跟大家分享的精英 到今天还在创新高 来导播看一下精英 二三三一 你看一下精英 对不对 从去年 去年十一月份 十一月份 导播打一下 往前一点 去年十几块的时候 是不是 跟你讲精英 今天还在创新高 为什么 比特币 好 错过精英大涨六成的 跟你报告精英二号 是不是 从八十多块 元月营收 暴增六成 首度的突破百亿 创历史新高 股价从八十多块 大物筹码才刚刚 刚刚 由底部翻多 所以这种都相当 具有大波段的 获利操作的空间 今天台股 重挫了将近快五百点 全国同学 自己告诉我 比特币商机 精英二号 今天一早 一早 差点又要站上 九字头了 差点要站上九字头了 你要小心 这档股票 何时站上九字头 好不好 所以未来 比特币的商机 大波段的获利操作 目标价 到底在哪里 电动车光学 目标价在哪里 欢迎今天全国同学 务必 未来会大涨的股票 大物筹码 早已帮你锁定好了 你务必跟上我们的脚步 锁定电动车 锁定比特币商机 掌握这一波 大波段获利操作 今天务必 拨电话进来 共相胜举 好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 广告回来 继续请张老师 帮大家来分析 欢迎您回到 大户筹码论 再把时间交给张老师 好 赚钱真的要脚踏实地 锁定主流 你才能享受大波段的获利 未来社会大涨 这是张老师大物筹码 每一次关键时刻 帮大家用心尽心尽力 锁定未来的主流 锁定未来会大涨的股票 你才会赚钱 这次封关前 全市场都在跟你谈半导体 谈被动元件 甚至带你追红海 来 封关前去买半导体 买台积电 请你麻烦你告诉我 导播看一下台积电 从封关前放大一点 封关前 对吧 670多块 今天眼看600都要破了 10张70万不见了 封关你去买联电 2303能赚钱吗 是不是 50多块今天还在50多 封关你去买被动元件 2327你告诉我你能赚钱吗 是不是 今天连600都破了 封关前你去买红海 2317看一下 120多块你能赚钱吗 封关前张老师苦口婆心 航运股电动车 这就是封关新春的大红包 未来的主流 封关前跟你分享了航运股 扬名重挫事成 把握跌到十几块大减便宜 结果20 23 25 28 来到30 全国同学 大涨六成 不要多 100万就60万 你砸个200万就100多万 那你告诉我封关前200万 到今天200万 你有看到100万吗 200万恐怕连20万你都看不到 是不是 买错主流赚不到钱 好不好 那再来跟你分享 世界首富电动车 跟你报告哑光 封关前70多块 80 90 101 一口气 大涨了将近三只涨停 来到100 短冲获利 昨天跌回80多块 告诉你拉回 全国同学 拉回再买嘛 对不对 怕什么呢 电动车产业趋势向上 对不对 亚光就跟封关前航运股 大跌 拉回来再买 今天台股张老师 中错了快500点 自己告诉我亚光 他有跌吗 一开盘逆势上冲 又来到93块 好好想一想 亚光何时会再冲三只头 好不好 问问自己 这个答案很重要 你要了解 所以电动车 这一波 大波段目标价 欢迎今天来电 共享盛局 再来跟你分享 未来谁会大涨 比特币 这是今年 爆发性的商机 对不对 现在连特斯拉的老板 连推特的大老板 都砸了上百亿 去买比特币 所以带动整个 比特币的挖矿的商机 所以在这一块的 比特币商机 从去年跟你分享的精英 从十几块 今天还在创新高 大涨六成 错过精英的 是不是跟你分享 精英二号 元月营收 暴增了快七成 突破百亿 创历史新高 股价从八十多块 才刚刚发动 全部同学 今天一早 差点又要九十块了 差点又要九十块了 好不好 所以这一波 比特币商机 大波段操作的目标价 到底在哪里 电动车光学 大波段操作目标价 到底在哪里 全国同学 趁周末 不要偷懒 很重要 手中的持股 不是主流 赶快来找我们 跟上我们 把资金锁定到 未来会大涨的主流 你才能反败为胜 你说是不是 好不好 股票爆了一大堆 满手套了 都没有用 所以趁周末 务必拨电话进来 比特币商机目标价 电动车目标价 今天务必拨电话进来 共享胜举 好提醒观众朋友们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最终要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该要独立判断 审认评估 并且自付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